第245集 温特舰队的每艘战舰都遭到了超过5000道光束的打击 如此猛烈的攻击就算号称皮厚的搓刀战舰也会身穿白孔 更别说这些普通的战舰了 所以当温特战舰发护罩消耗完能量后 连续不断的爆炸 就在温特星的大气层外绚丽的展开了 唐二满脸悲天闽人之色的说道 看看何苦呢 几十万被邪恶政府迷惑的羔羊就这样成了宇宙尘埃 你们这样对得起生你养你的父母吗 为了消灭这伙邪恶的毒瘤 我们只能被迫无奈的出此下策了 说到这儿 唐二突然一脸阴毒的命令 瞄准温特星权力机构 百分之十火力 设计 对于查找温特星上的目标设施 机器人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 很快 每艘白晶战舰都向温特星地面的不同目标 射出了五百道光束 还在因自己舰队一瞬间灭亡而没有清醒过来的议员们 被电脑凄厉的警告声惊醒 敌方射击目标 温特星各政府部门 所有政府人员立刻撤离 立刻撤离 听到这话 把议员们第一时间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朝门外跑去 不过 他们速度再快 也快不过光速 得到警告后没有几秒 就被埋葬在瓦砾堆下 很快 被特意放过的警察部队和地面部队惊讶地发现 温特星的舰队全被消灭后一分钟不到 温特星所有政府权力机构变成废墟了 也就是说 开战才没有几分钟 温特星就处于无政府状态 得到这个消息的民众被恐惧感所压迫 开始了逃亡 跟着混乱出现的就是各地不良分子 趁机进行打劫 掠夺等等各种暴行 从屏幕上看到这些地面景象的唐一 摇摇头说道 人类的神经真是软弱呀 说完 按动一个按钮 看到唐一的动作 唐二立刻说道 喂喂 老大还要我们去组建黑帮 不要把模样露给人看 我很满意现在的样子 可不想去整容啊 唐一点点头 在按了一个按钮取消图像后才开始说话 与此同时 温特星上的所有通讯设施都出现了唐一的声音 我是中州星最高统帅唐龙大人麾下所属将军 所有民众立刻回到家里 所有警察和地面部队立刻出动维持治安 逮捕一切扰乱治安的人 如果半小时内无法平息骚动的话 我将炮轻依旧骚乱的地区 警察总长和地面部队总指挥听到这话以后 思考了一下 就立刻命令各部开始维持治安 在他们想来 温特星的沦陷已经不可避免 那么投降也就是不久以后的事了 自己遵照那个将军的命令形式 不但可以给这些新的东家留下好印象 还可以增加自己在民间的声望 这样一举两得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听到唐一的讲话后 民众意识到没有飞船的自己 跑到哪儿都不安全 而且继续骚乱下去 被炮轰的话更是死无全失 还是回家算了 起码死也死在家里 于是在死亡阴影的威吓下 民众平息了骚乱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家里 而那些趁乱打劫的家伙 也在警察和军队出动后 纷纷隐藏起来 混乱不已的温特星 就在这一瞬间安定了下来 接着唐一再次发出劝详通告 残存下来的官员 立刻联合发表投降通告 接到温特星投降通告的唐一 一边满意的看到温特星地面的人群 因自己的话而开始往回走 一边向唐二说道 嗯搞定了 派出登陆部队吧 唐二向机器人命令道 每艘战舰派出四千人 乘坐登陆艇进入温特星 命令才刚下达 他就对唐一说道 对了老爷 我们见不得人还要不要下去 笑话 我们不下去 难道要靠这些死板的家伙控制这个星球吗 唐一一边说 一边低头在控制台下面搞些什么东西 那那怎么办 难道要遥控指挥 我很不习惯控制其他人的身体啊 唐二刚说到这儿 就发现唐一扔过来一个 有黑色防护镜的单兵格斗头盔 而唐一则已经把一个同样的头盔 戴在头上了 已经明白过来的唐二一边嘀咕 还想靠我这脸蛋去勾引几个美女呢 一边戴上了头盔 当他们来到登陆艇的时候 才猛地想起一件重要的事 同时喊道 我们全都没有穿军服 没错 所有的机器人都穿着黑西装 戴着墨镜 握着各种单兵武器 一动不动地坐在识人座的登陆艇内 那个样子根本不像军队 反而像黑帮分子 算了 就说我们是中州星内政部的军队 唐一无奈地从电影某段情节中 找出来一个借口 在他的认知中 内政部的军队是不穿军服的 而有着同样认知的唐二 立刻点头认同 当多艘登陆艇 停泊在温特星议会废墟原址的时候 得到敌人登陆部队抵达消息的残存官员们 都胆战心惊地往这边集合 而警察和地面军队 也被迫地开始担任警戒 没办法 为了不让敌人找到借口进行大屠杀 只能做这种屈辱的事了 不过让这些警察和军队感到奇怪的是 这些入侵者居然都是清一色的黑西装 白衬衣 黑领带 墨镜的黑帮分子打扮 更为突出的是 被这些黑衣墨镜大汉簇拥的两个戴着格斗头盔 看不到容貌的家伙 一个士兵不满地嘀咕 我们舰队怎么会输给一帮不是军人 而且不敢见人的家伙 在他看来 这些黑衣墨镜大汉最多算得上是保镖 自己军队会输给这些保镖 真的太没用了 他身旁的军官立刻低声喝道 闭嘴 难道你没有看出 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吗 军人 不可能吧 怎么不穿军服呢 看他们鼻挺的腰骨 看他们走路的动作 难道你还没有发现 这是只有标准军人才有的吗 他们肯定是中州星内政部的军队 军官低声解释着 并且说出自己的猜测 内政部的军队 就是那些平时比宪兵还牛 可有事逃得比兔子还快 专门对付自己人的内政部部队 军官撇撇嘴 你说的是我们的内政部军队 那帮忘了职能的杂种 能跟人家比吗 士兵还想问些什么 不过发现好几百个官员 已经来迎接胜利者 也就闭上嘴巴 专心的戒备四周 唐一唐二两个人 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接收星球 在接见了那些官员后 就让他们向中州星发通讯 请求中州星立刻派人来接收温特星 接到通讯的尤娜再次被吓了一跳 刚接到欧德星 请求派人接收的通讯没多久 现在温特星请求派遣人手 接收的通讯又来了 主公姐姐的四人舰队 还真是够强悍的 居然没费什么功夫 就占领了两颗星球 相信过一会儿 乌兰星也会发来 请求人手的通讯吧 尤娜想到这儿 立刻摇摇头 开始忙碌起来 现在自己根本没有想这些事的时间 尤娜倒还不忙 只是派出几个负责清点物资的人员就行了 最忙的是力武和灵力两个人 力武负责政务和人事 单单中周星的这两样工作就够他忙翻天了 更别说现在多了两个各方面都比中周星强的星球了 而负责情报的灵力就更惨了 关于温特星和欧德星的情报全都白做了 虽然能够直接从这两个星球得到详细资料 但却要重新开始制定计划 负责建设和刚从灵力手中接过规划工作的艾尔西同样忙碌 但他却异常兴奋 因为可以破坏的地方又多了很多很多 最无聊的是沙利和杰斯 他们得知这个消息后全都无语的待在办公室 不过他们不知道想些什么 突然咬牙切齿的给军队加强了训练 中周星的官员和民众得知主公同时攻击三个星球 并且已经占领了两个星球的消息后 不是发愣就是半信半疑 但在第一批接收的人手出动后 这些人才发觉这是真的 虽然奇怪主公怎么一下子拥有这么强大的武力 但仍然很高兴的欢呼起来 官员还有几个担忧唐龙这样无差别的攻击 其他政治制度势力会引来无乱星系所有势力的围攻 而民众则根本不关心这点 在他们自小接受的教育下 主公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 已经没事干 待在温特星上玩好的总统官邸的唐一唐二 和待在欧德新皇宫的唐三唐四唐五聊着天 我说老三你们那边怎么样啊 我这边太无聊了 温特星的两百来艘战舰被我一次骑射就消灭了 再开他几炮温特星政府就被消灭了 发个劝详通告就完事了 说到这儿唐一叹了口气 哎真的好不过瘾啊 如果他这话被温特星的官员听到 这些官员的脸色肯定会非常难堪的 唐三不满的说 还说不过瘾 我这边才不过瘾呢 你那边还要开炮射击 然后劝详 我这边居然一发劝详通告 欧德新就投降了 哎连一点抵抗都没有 哎难道欧德新了解到我们是正义的 所以不抵抗就投降了 唐二插嘴问道 屁个正义感 唐四吼叫道 那帮兔崽子是因为主力部队 都被欧德新的狗屁皇帝带走了 整个星球只有十来艘战舰 所以一看到我们三百艘战舰逼上门 就立刻投降了 唐一好奇地问 哦 他们皇帝带着舰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唐三说道 听说跑去攻打乌兰兴了 唐二听到这话立刻喊道 不行 老大有危险 我要率领舰队去救老大 唐四迷惑地说道 有危险 被老大灭了大部队的乌兰兴 算他还有两百艘战舰剩下来 加上欧德新帝国带走的三百艘战舰 也才一共五百来艘 而老大那有四百艘可以抵挡四千艘战舰的白金战舰 老大能有什么危险 唐三没有理会唐四的话 反而两眼放光地说 老二说得对 老大有危险 我们要赶紧去救驾 不然就迟了 唐一也猛地点头 嗯太对了 救人如救火 我这就出发 慢一点 恐怕连渣都捞不到 唐四再次嘀咕 都说老大不大可能有危险了 你们还在说什么 唐五狠狠地敲了一下唐四的脑袋 你留手 然后就跟着唐三跑出了皇宫 唐四没有跟着他们离去 反而是在看到他们走后才喃喃自语 真是的 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赶着去消灭乌兰星的战舰吗 不过老大在那里 还需要你们去多事吗 还是留守欧德星比较现实 这颗星球 可没有完全臣服于老大呀 嗯 希望老一老二那边 不会蠢到 把所有战舰都开走吧 很快 欧德星大气层外 只剩下一百艘白金战舰 依然停泊着 其他两百艘 非一般的朝乌兰星扑去 而温特星外面 也留下了一百艘白金战舰 由于中州星接收人员还没有到来 唐一给留守的机器人下了个命令 发现下面有骚动 先警告 警告无效 就立刻攻击 要配合中州星接收人员的工作 以及保护他们的安全 然后就兴冲冲的 带着两百艘战舰 朝乌兰星冲去 各位听友 长篇小说《小兵传奇》第245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246集 此刻 还没有接到自己星球已经一手消息的 欧德皇帝 正在他的旗舰上兴奋异常的命令 攻击 攻击 给我把所有的乌兰星人杀光 虽然 欧德舰队在攻打乌兰星的时候 遭到从中州星赶回来的乌兰舰队攻击 但由于这些乌兰舰队急着守卫乌兰圣殿 而且他们的战舰或多或少都有些损伤 所以在气势高昂的欧德舰队打击下 大部分的乌兰战舰都沉没了 小部分则登陆地面 帮助友军抵抗侵略者 已经攻入乌兰星地面的欧德军 依靠精锐的武器 对着那些手无寸铁 但却旱不畏死 直扑过来的乌兰民众开火 而战斗最激烈的就是那座乌兰圣殿处 欧德军把主要部队都集中在这里 而乌兰教的军队和乌兰民众 也蜂拥地往圣殿处汇合 以其集中力量力保圣殿不失 圣殿内 兰龙烦躁地在圣殿大堂走来走去 他咬牙切齿的喃喃 为什么会这样 攻打中州星的舰队失败了 欧德帝国又大举入侵 难道乌兰大神要抛弃我们这些忠诚的信徒了吗 没有人来回答兰龙 绝大部分的教士都指挥军队和民众进行战争了 而小部分的教士不是整天顾着研究教义 就是无能胆小之辈 因为听到敌人入侵激动得脑溢血的教宗 现在正被老一辈的教士们照顾着 兰龙苦恼地想 难道自己一开始发动入侵中州星的战争是错误的吗 不过他很快激昂地说道 不 我没有做错 错的是那该死的唐纳文 是他怂恿我们进行一场无畏战争的 乌兰大神啊 祈求您让他勇士在地狱中沉沦 被兰龙诅咒的唐纳文 早在欧德帝国的第一波偷袭战中就意外身亡了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现在恐怕已经被那些知道乌兰教为什么会派军队 去攻打中州星的教士们给生吞活泼了 当兰龙整理好情绪 正准备也去参加战斗 为乌兰教贡献一份力量的时候 一个侍女慌张地跑进来喊道 少宗主 外太空出现四百艘 不明型号的唐家战舰 唐家战舰 兰龙立刻全身无力地摊在地上 双眼无神地喃喃着 完了 中州星前来报仇了 乌兰教 完了 唐龙所在的临时旗舰上 唐龙看到屏幕上显示的乌兰星资料后 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难怪乌兰战舰会这么急切地离开 原来乌兰星遭到欧德帝国的攻击 唐星向唐龙问道 让他们拼个两败俱伤 我们才去一网打尽怎么样 唐龙看着乌兰星交战的场面 向唐星说道 嗯 这个办法不错 不过 老姐 你觉不觉得有点奇怪 奇怪什么 欧德帝国到底是因为什么攻击乌兰教的呢 他们双方没有什么仇恨呢 欧德帝国不会无缘无故地攻打邻国吧 唐星撇撇嘴 这都不懂 欧德帝国肯定是为了乌兰星上 储量丰富的黑金石才发动战争的 黑金石 乌兰星上居然拥有丰厚的黑金石 为什么我不知道 唐龙根本不知道乌兰星上有丰厚的黑金石 不然他肯定老早就打乌兰星的主意了 因为三岁小孩都知道黑金石的重要性啊 除了几个和他们有来往的势力头目外 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这主要归功于乌兰星不允许外人进出的政策 当然也少不了保密工作做得好的原因 要不是我几乎把乌兰星系都寻找了一遍 我也不知道乌兰星有大量的黑金石啊 乌兰星的黑金石储量有多少 几乎无所不能的唐星立刻回答 可以制造出足够一百万艘白金战舰连续高强度战斗十年所需要的能源 哇 唐龙只叫了一声 就两眼放光 口水直流的看着那颗拥有黑色兰花图案的星球发呆 不过唐龙很快清醒过来 他面露难色的对唐兰星说道 老姐 乌兰星的那些宗教信徒不大可能接受我们的统治的 我们该怎样才能完全统治乌兰星呢 很简单 运送不信教的人口来乌兰星定居 然后减少他们信教的人数 最后加强世俗强权的教育 这样他们就会慢慢抛弃以宗教为中心的信仰基础 把地球和其他几个星球的人移居一部分到乌兰星 还有为了方便以后的统治 最好把各星球的固定人口比例打乱 好了 别说这些 你看乌兰教快抵挡不住了 该动手了吧 不 等欧德舰队占据乌兰星的时候再发动攻击 唐兰星立刻明白了 哦 你是想借欧德舰队的手消灭乌兰教的上层人物 嗯 不消灭那些上层人物会不利于我们将来的统治 街道已经占据乌兰圣殿 正在搜捕乌兰教上层人物的消息的 欧德皇帝并没有特别高兴 自己没有攻打中周星 不会得罪这帮消灭乌兰教后还能出动如此巨大舰队的势力 担忧的是 唐家拥有的武力实在是恐怖 原本以为他们最多拥有上百艘兵力 可没想到居然不知道从哪冒出这么多的战舰 拥有如此巨大武力的唐家 还会安分的待在那个狭窄的中周星吗 很快 随着欧德舰队投入大量的地面部队后 数量庞大的乌兰教信徒 并不能阻挡军队前进的步伐 乌兰星开始被慢慢的蚕食干净了 通过电脑看到乌兰教的抵抗终于消失了 唐龙把手一挥命令道 瞄准敌舰攻击 正思考着要不要调动更多部队来防备唐家战舰的欧德皇帝 立刻被一阵巨大的晃动惊醒过来 一看四周情况立刻了解 唐家朝自己的舰队攻击了 欧德皇帝急得大喊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攻击我们 难道他们把我们误以为是乌兰教的战舰了 欧德皇帝喊完 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每艘战舰都有固定的身份识别码 就算是最差劲的战舰也不可能辨认错误其他战舰的 逃出圣殿 躲在唯一一处依然还控制在乌兰教手中的雷达监控室的蓝龙 呆呆地看着唐家战舰猛烈地攻击着欧德战舰 那些在自己眼中看来强悍无比的欧德战舰居然被唐家战舰毫不费力的一搜搜的击沉 蓝龙没空去思考唐家的战斗力为何如此强悍的问题 他在思考唐家为什么会大度到以德抱怨帮助乌兰教攻击欧德帝国呢 不过他很快抛弃这个问题因为唐家舰队向乌兰星发来了通讯 这是劝告乌兰星民众回到家中尽量不要外出 中州星会帮助乌兰星消灭欧德舰队的通讯 看到这通讯蓝龙立刻恼怒地骂道 他们是为了争夺乌兰星而在狗咬狗 装什么好心还不都是为了占据乌兰星 传令所有乌兰教信徒为了乌兰圣教和敌人永聘到底 当蓝龙的部下刚要发出这封通讯的时候 一个苍老的声音喝止道 停下 雷达监控室的人回头一看 发现几个九朵兰花的长老 簇拥着脸色苍白的教宗进来了 而那个声音正是教宗发出的 教宗大人 蓝龙罪该万死 请教宗大人出发 蓝龙立刻跪在教宗脚下 恐慌地请罪 教宗没有理会蓝龙 而是向通讯员说道 向唐家发送请求通讯的信号 就说乌兰教教宗 希望能和唐家舰队指挥官见见面 教宗一说完 通讯员就立刻敲击键盘 很快把这份通讯传了出去 接到这份通讯的唐龙 懊恶地骂道 欧德军队真是没用 居然连乌兰教的几个手脑 都没有抓到 唐星听了这话 接口道 我知道他们躲在哪里 只要发射一枚导弹 就能解决他们 唐龙想了想 咬着牙 对唐星点点头 那这就交给老姐你了 没问题 唐星只是把手一挥 数十枚飞弹 就朝乌兰星某个地区轰去 教宗这个时候不耐烦地问着 还没有答复吗 看到通讯员小心地摇摇头后 无奈地叹息一声 看来 哎 唐家不打算和我们商谈投降的问题了 投降 所有的人都惊慌地看着教宗 教宗挥挥手解释 到了这个地步 我们除了投降中州兴外 根本不可能让乌兰圣教存活下来 可惜 唐家不愿意和我们通话 我们只有 教宗说到这儿 雷达员突然恐慌地大喊 五十枚飞弹朝我们这里飞来 这话一出 立刻让这些乌兰教高层 恐慌地不知所措 乌兰圣教 灭亡了 教宗没有理会身旁恐慌不已的人 只是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唐龙看到唐兴向自己打了个胜利的手势 不由问道 嗯 搞定了 唐兴敲了一下唐龙脑袋 不满地说 当然 你老姐我出马还会有错 唐龙一边捂着脑袋 躲避着唐兴 一边向全剑命令 好 瞄准欧德舰队旗舰 集中射击 很快 被数百万道光束击中的欧德舰队旗舰 防护罩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直接气化了 而旗舰上的欧德皇帝陛下 也紧跟随着乌兰教宗 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发出劝详通告 登陆部队出击 唐龙把手一挥 黑西装机器人部队 立刻端着武器登上登陆艇 然后一千六百艘的登陆艇 飞向了乌兰星 自己皇帝被人干掉 而且敌方火力异常凶猛 看到大势已去的大部分 欧德战舰都选择了投降 但也有一部分死中的战舰 拼死反抗 对于这些战舰 唐龙当然是把手一挥 命令把他们消灭金光 外太空的战斗结束了 可地面上的战斗 却没有结束 这些进行地面战的欧德军 不甘失败的命运 从而奋力反抗 他们之所以在得知战舰战 失败了 还依然抵抗 主要是觉得自己明明就要占领 整个乌兰星了 现在居然要向唐家投降 心里怎么也不能忍受这种 从胜利者变成失败者的转变 才会这样的 对于顽抗的欧德军 黑西装机器人根本懒得多说 直接开火击毙 刀枪不入 拥有自动警报系统的机器人 是最适合进行地面战斗的 所以机器人的数目虽然很少 但却飞速地把阵地向前推进 各位听友 长篇小说《小兵传奇》第246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文字幕复探仓